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讲过了两种类型的处理函数 对不对 这几个咱们讲点有意思的 使用回调函数 处理数族的函数 对 咱们前面参数都是传的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变量是单个的值 对吧 或者数族 那现在咱们想传一个过程进去 按自己的一个过程来改变函数的值用行为 这是回调函数使用的意义 咱前面学过了 对不对 那系统里边 只要跟数族有关的回调函数 其实有很多 这里边咱只讲一些跟类似于跟过滤有关的几个函数 好吧 首先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函数 对吧 我们来看手册 这个函数在哪呢 看一下 这个干嘛呢 用回调函数过滤数组中的单元 因为我们想数组中如果有10个20个元素 对不对 我想除去数组中的一些元素 对吧 一些不要 那条件是不是有很多种吗 对 是传一个变量解决不了事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有时候就得用什么 用它去过滤 对吧 先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过滤 比如说 这生命一个数组 看一下 这里边假设是有123456789 对吧 是不是一个这样 或者是负1 负2 负3 负4 负5 负6 负7 负8 负9 或者是这块有一个负4 这块有一个正词 就是类似于岁数可以混乱 对不对 现在 你想把这里边什么数过滤掉 是不是自己随意定个条件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函数 看一下 这是原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怎么用呢 怎么用 我们把手指打开看一下 它是不是第一个参数必须的 第二个回的函数可存可不存 那不存又是什么情况呢 对吧 假如说我书族里边 你看这里边有一些空值 这块再有一个空 这个空对不对 或者我这里边再有零值 看到了 或者我这里边再有什么 在有甲值 看到四个 甲空字无数字空零 对不对 那看默认一下 它会 这是打印圆形 我们先看一下 Locost Test Prd 都打印不错了 应该我打印什么 我定义的叫AR 对不对 少了一个R 来我们看一下 圆形是什么 是不是都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 当然这里边零打不打印出来 空字无串 这块是不是现在实也看到了 对不对 以后下边都15块 对不对 还有咱们这块是甲值 甲值显值的时候也是空 对不对 如果我们用微大木头看你的话 就会更好一些 看一下 这里边什么类型的都可以看到 你看 甲值有没有 空字无串 零空是不是都有了 对吧 我现在如果我过滤一下 你看 过滤的时候是将原有的函数过滤吗 没有传进用 返回的速度是过滤后的 对吧 所以他对返回了的速度进行过滤的 所以我们这话直接还用微大木头 打印一下 到了虎 A R A Y 下滑线 F A A R A Y F R T R 直接传一个B选单数 我还没用到第二个单数 是不是这样的 来 我们这话 打印一下 看总长度变成是几个 12个 刚才我写的甲值 空值 空 零 对不对 谁还在 刚才我说的几个 是不是都不在了 对不对 一个是长度是16个1 12个 是不是这四个都不在了 说明是条件等于甲的 默认这个值跟甲有关的 能转成甲的值 是不是都过滤到了 这是默认过滤 也就是相当于能有甲的值全过滤到 对吧 现在他不想有甲的值 现在妹子你说一下 你现在想这里边想过滤掉什么 不要能默认的 负数过滤掉对不对 这是妹子指定条件对吧 在函数不能说负的或者什么三的倍数 五的倍数全考虑到对不对 所以咱可以怎么办呢 所以咱可以怎么办呢 AR有I F F I LTR 第一个传一个数数 第二个传一个函数 那怎么做回到函数 记不记得 跟前面说了 mI F UN 随便自己做一个函数 对不对 对吧 那这里边得接受一个参数 V流 参数是自己定义的 什么意思呢 你把函数回调 传到这块来 MyF1 对吧 这样的话 数组会依次将 什么 它的值全部 分别传在函数一次 再在函数中 如果你想怎么办 留下的 想留下的 就反复帧 它就留下 不想留下就反复带 所以 怎么办 妹子说 如果WVLUE值 怎么办 大于零的 是不是想留下 大于零的 交付出大于等零的 是不是反归天 否则的话 反归 这样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付出都过来到了 对不对 都过来到了 当然这几个值 假值是不是 条件咱们不符合 刚才条件也是默认是真了 因为它不是附属 对不对 是不是也留下了 记不记得这个是咱们的一种写法 对不对 咱们记不记得在新版本里边 还记得当时讲过一个知识点 叫做匿名函数 回调函数的时候 如果咱们像上面这个船 作为参数是函数 这个还是不单独能调用 但它就是为了参数提供的 单独能调用没意义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过滤 2的倍数 对吧 那我怎么办呢 发了 老鼠 AR 直接翻译 不用写名字的逆名的函数 然后把它敲开 这里边是不是也需要穿一个参数 数组会把每个 对 每个元素是穿给它 然后直接返回 什么 直接返回 能说是2的倍数 对不对 对吧 那倒是乎为而有以和谁取一呢 和2取一等于零的 等于零的是它保留2的倍数吧 刚才说 对吧 等于零的是不是就留下 会等于零的是不是就假 如果它假如说去掉2的倍数 怎么办呢 对 取个反 是不是2的倍数就会去掉 嗯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那我们的9呢 你看 13599 对不对 是不是那些都去掉了 嗯 这就是我们直接在新版的这么串 特别像GNS的句话 是不是就非常有效了 嗯 这就是我们现在叫的一个过滤函数 对吧 那过滤函数 咱们现在过滤的是什么 对不是 现在的过滤是2的倍数 现在这是不是随隐数数 咱一直没注意 这个函数的什么 见名 过滤掉的 是不是保留原有的见名了 对吧 那如果我不想保留原有的见名 怎么办呢 不是 现在它是保留原有的见名 对不对 对啊 想它重新索引呢 对吧 重新索引怎么办 记不记得他前面学过一个海拓 对 对 array virus 对不对 就可以重新将这个索引成 咱们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话 在打印那个之前 我用A-R-A-Y 咱们说 像下边这个吧 对吧 再加一个 A-R-A-Y 下一个 V-R-V-S 对不对 函数之间是可以嵌套使用的 这个一直得套到这 对不对 来 我们再试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01234了 嗯 那如果是关联数度 它默认也是可以随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 它详细说明 你要回到函数呢 在别的语言里边 大家没接触过 所以对于这个呢 有可能特别不好理解 所以咱这几个课 只讲这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对不对 嗯 过滤用的 刚才他说了 默认过滤什么的 知道吧 对不对 对 只要跟假有关的条件 那如果传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任意指定 你想过滤的条件 返回真的指 它就会流行 返回假的指 就会去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回到函数 是不是得需要一个参数啊 对 然后这给我们举例子了 对吧 过滤到留基数 留偶数 看到了吗 留基数 留偶数 然后这里边是数组 对不对 收入程序 看着 保留院长见明 对吧 然后这里边再看一下 下面说明 用户应该回到函数中 修改数组本身 对不对 数组本身没有修改 而是传为新的数组 是不是修改了 对不对 如果想数组修改的话 咱是把那些都过滤掉了 那佛条件的话 咱应该用文赛自己去删除 此函数没有定义能的 将原数组修改的功能 对吧 如果没有提供回到函数 它会将删除它所有 等之为假的指 对吧 然后呢 你看那些假指 刚刚才说了 对吧 对 不空那些东西 是不是都可以啊 这是他前面做过的实验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过滤 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函数 好吧 那也用到回到函数 也用到了咱们新的5.4 那个版本 直接用匿名函数的方式 那既然5.4支持 以后大家再写的时候 尽量像这样 存参数回到函数的时候 如果这个参数的函数 不想别人再调用 就在这个参数用的时候 不用多次 那你就用匿名的传统来 知道吗 这样的语法结果是非常好 非常安全的 以避免这个函数在为别人调用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